里面有个Layout 那这个Layout实际上长得跟这个结构很像 有没有发现 Resource Layout Layout里面就有View 所以你把Layout打开来之后的话 实际上刚刚的那个SimpleList Simple的 往下找了 Simple的这个ListViewItem就在这里 实际上 刚刚指向的就是指到这个View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预设的话 它就会直接用这个来显示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修改的话呢 其实也蛮简单的 这一招应该是我好像没看过其他书的这样做 就是你如果说今天要修改这个View的话 你找到刚刚那个路径 这个Layout底下 你可以把这个Layout搬到 本来在外部 本来在这个路径底下 特别主要这个路径 在Android SDK里面的Pattern Forms里面的 看你哪个版本 Data Ries的Layout 你把这个View呢 搬到哪里呢 直接搬到你的Layout底下 你内部 现在在外部对不对 你把它拖拉放开到哪里呢 Layout里面吗 放开 这个时候它问你说是不是要Copy 你选择确定 确定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你的内部也会有个什么呢 Simple的This Item 那这个时候呢 外部的东西就会变内部啦 那所以呢 将来呢 你这一行 这个地方Android就可以把它什么 Delete掉 有没有 Delete掉之后呢 程式还是可以这样Run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把外部的范本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那放进来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要更改你的外观的话 其实呢 只要针对这个View去更改就可以 那怎么更改呢 比如说你打开这个View 在你Layout里面 打开之后的话点它一下 如果你的资料变成红色的话 怎么办 其实这边的话有个Test Color 对不对 Test Color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办呢 把它改一下 进FF0000 OK 那你可以把它改 修改之后的话呢 这个View呢 本来是这个 如果是黑底白字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改了之后 秀出来的话 应该本来不能够更改外观 现在就可以更改了 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它重新再产生一个APK 有没有 这个时候字变成红色的 TestSize TestColor可以更改 TestSize 可不可以更改呢 当然可以 比如说你希望把字 稍微再放大32 好了 单位SP 如果字把它放大之后的话 OK 把它在Save之后 再把它Run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显示出来的 除了颜色变成红色之外 字也变大了 OK 所以你只要更改什么 更改上面的 这个属性就OK了 那本来不能改的 都变成可以改 那其他的话 你可以切换到 它的那个XML里面呢 还有其他相关的标签 你也可以试着利用 我这边显示出来的 稍微做个更改一下下 OK 那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OK OK